小数族裔社区部和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 共同创作了这一系列的短片 让我们的社区知道 应该如何为不同的灾难和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以及当它们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 紧急情况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 这可能包括地震、洪水、暴风雨、海啸、火灾和火山活动 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民房及紧急服务部门将忙于帮助最需要他们的人 因此制定一个照顾自己和家人的计划非常重要 这个短片解释了在洪水时应该做什么 洪水是纽西兰的第一大灾害 它们是最常发生的紧急情况 并造成最多的死亡 洪水和山洪爆发触度可能很快 如果你看到水位上升 请不要等待官方警告 拿着你的避难包 前往地势较高的地方并远离洪水 洪水期间 切勿尝试在水中步行 游泳或开车 很多洪水死亡事故 是由于人们试图开车穿越水域造成的 你应该始终假设洪水受到污染了 包括农田经流 花学品和污水 受污染的洪水会令你生病 因此请勿饮用 将草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如果你必须离开家 请带着你的避难包和草物 对你不安全的情况 对它们来说也不安全 确保将贵重和危险的物品 以至离地面尽可能高的位置 包括电器设备和花学品 只用防水容器存放重要物品 如有此事 请关闭水、电和马丝 并将窗帘、地毡和沉具从地板上移开 洪水过后 只能在民房和紧急服务告知安全后 才可以回家 就算洪水退去都可能不安全 远离受灾区域 你可能会妨碍救援和其他紧急行动 并面临洪水残余效应的风险 洪水过后 地面和地板可能会很滑 或者被碎片覆盖 包括破损的津和钉 因此在踏入之前 无必查看 请无必吊弃接触过洪水的食物和饮用水 并避免饮用自来水 或用自来水准备食物 直到你确认它没有被污染 请进行地方政府的烧开水通知指示 清洁并拆干你间屋和里面的所有东西 跟着劈劈所有被洪水整湿 无法清洗的物品 吊了木石 塑膠器皿 和婴儿奶瓶奶嘴 和安抚奶嘴 如果它们被洪水淹没过 它们无办法被安全清洁 用干净的水煮滚消毒金属锅和器皿 戴上呼吸器、护目镜、走套来保护自己 着上可以覆盖手臂和腿部的防护服 和坚固的鞋 洪水可能引发土石流 因此你应该了解警告信号 按在见到土石流时 得以迅速采取行动 留意小滑波、落石 和斜坡底部的沉淀现象 踏紧的门和窗框 以及变形后所造成的裂缝 外部固定装置 例如台阶、平台、红阳台 向街屋外移动或倾斜 以及地面上出现新的裂缝或龙起 道路、人行道、挡土墙和其他坚硬表面 以及倾斜的树木、挡土墙和策难 如果发生土石流 或你认为即将发生土石流 迅速离开 并从你所在的建筑物撤离 发生任何紧急情况后 拼取民房和紧急服务部门的建议 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以免危害你的安全 或对你的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失 记得探视一下你的邻居 如果可以的话 协助他人 尤其是可能需要额外支持的人 确保定期查看你的保险 为你的房屋和财产购买保险很重要 如果你在灾难中受到损害 可以帮助你恢复元气 如果你没有保险 恢复时间会很长 并可能使你和你的家人 面临更多困境 如果你的房产受损 请尽快联络你的保险公司 如果你是租房住 请联络你的房东 和你的财产保险公司 有关准备和应对紧急情况的更多资讯 请浏览www.getready.govt.nc 请记住 如果你在紧急情况下 需要联系政府服务部门 并且需要语言支援 你可以要求口译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